3票顾基隆 266 3票顾基隆 266 在内政部长刘昌号召下 包括前民政处长王于生 前文化局长陈敬平 前中发处长林昏丰 前产发处长黄建峰 前地政处长书玉章 前消费局长陈龙辉 前中正区区长李吉清等 前市政府局处首长都一起出席 为赖清等与周文廷在基隆吹票 希望两人都能高票当选 为基隆也为台湾做更多事 蔡英文总统是最挺基隆的总统 赖清德院长也是最挺基隆的院长 那所以呢 我想基隆人应该都非常有感 不过这一年以来 大家也都觉得基隆的发展 不止停滞了 甚至是后退 所以选对人走对的路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1月13号做出正确的一个选择 票投郑文廷 票投民进党 票投赖清德跟萧美琴 我想可以带给基隆 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也希望所有乡亲 大家勇敢站出来 力挺民进党 力挺赖清德跟这个郑文廷 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也与党籍市议员张浩瀚 这一方 陈军佐 与吴乌哈加等人共享盛举 同志委表示 过去8年 林友昌团队在赖清德支持 及立法院蔡世纪协助下 为基隆市做出很多重要的建设 为基隆市民继续支持 选对的人 才能走向正确的道路 过去8年 林友昌市长带领的政务官团队 在我们基隆 做出非常多的重大建设的规划 也做出非常重要的改变 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车站 南站广场 还有前面的市港再生计划 国门广场等等 军港西迁 都是在赖院长时代核定的 我想基隆人应该要跳出来 请挺基隆人 那过去 也有一个关键的穿针引荐角色 叫蔡世音 那这一棒要交给郑文廷 希望大家跳出来一起支持 郑文廷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进步 对于内政部长林友昌 与前市府团队情义相挺 郑文廷相当感动 也拜托市民支持 赖清德及郑文廷 才不会让基隆市 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 部长他公务非常的繁忙 那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 号召到这么多人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么繁忙当中 还要拨控出来 就是为了基隆的一个发展 如果过去八年 你肯定林友昌市长的施政 那请大家一起为基隆而努力 为基隆的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支持郑文廷跟赖清德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导 2024 好 好